這個蠻酷的東西 有點酸酸耶 有點甜點 它有一點點芥末 喔!大到打嗝 喔!我們現在呢 位於這個離仁川大概30分鐘的一個新的小區 這個是聽說是海埔新生地蓋起來的 房子大概都是三層樓 然後它這邊規定就是不能有這個飯店啊住宿 就是純粹的住宅區 這一次呢是跟著這個韓國的朋友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露營 它這台車是Stereo 但是這台車是貨車版 台灣沒有 它再帶這個烤爐 然後這是暖爐 怕我們忍到 整車的裝備 待會就要往一地前進 有一個蠻酷的東西 要分享一下 Ebay上面超多的充電筒 喔!這邊一個 喔!這邊也有一個 都有得充 都不會搶線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公開 我們現在已經到鷹地了 然後呢現在再把裝備下車 剛剛這個整車是滿的 這沒什麼 大人的伴家家球 這一座是整個直接這樣移過來 車子夠大可以任性 這邊全部都是喔 下午的應該是4點多 好!那前面這頂是Healberg的史特龍 這個地方有點特別 它是在一個類似民宿前面的大草原 然後這是Slimfin的帳篷 前面那邊也是Healberg的帳篷 哇!這邊都是高階的玩家 自由之魂 好!先繞一圈 然後呢 待會有機會我們來看一下美帳的這個裝備 好!現在裝備下午還要搭帳篷 這一個是 什麼帳篷 第二個帳篷 我們現在準備晚餐喔 它現在準備烤披薩 裡面在加熱 喔!這個在影片上常看到的 韓式料理 這些是我們剛剛在超市採買的 金拉麵 然後還有這個 啤酒飲料 水果 草莓超大殼 我們韓國友人幫我們準備了一台這個 接瓦斯桶的暖爐 怕我們晚上睡覺會太冷 今天睡的就是這個行軍床 然後是在一個基地帳裡面 魷魚海鮮 魷魚海鮮 對 蔬菜 韓式辣醬 蠻辣的喔 你看他們用的筷子這樣都是扁的 對啊 蠻辣的耶 蠻好的 好吃啊 喔!辣的夠味耶 開胃菜 這要喝啤酒 喔!辣到打嗝 如果我吃到辣會打嗝就覺得 表示它真的蠻辣的 看韓國人露營吃什麼 欸 這個 這感覺是路邊的那個什麼 魚板什麼的耶 所以他們露營也要吃這個 有螃蟹一整隻 哇賽 欸這是高級版 高級版 然後旁邊還有韓式烤肉 欸我們來看一下正宗的 韓國人露營的韓式烤肉 哇 看什麼啦 好喔!剛剛一個韓國場面叫龍獎 跟我們送我們一個見面 現在來開箱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 這看起來像一個 雲石熊 雲石熊 欸還有喔!下半部 但是他跟我講這是現象座 這怎麼用呢 這隨便找洞叉嗎 那我要先來另外開一個 還有一包這個 這是現象嗎 欸這這麼長還有一個繩子 這樣拉起來 喔! 喔! 喔呀! This is safe and back back walk 喔我開錯了 哈哈哈哈 他從這邊開 欸這超香的欸 點完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 欸真的超香的欸 而且這個很特別 一般我們都是這樣正常欸 然後他這個是這樣倒沙 然後他是不是這樣 欸我這個第一次看過 而且整個非常有特別 非常有趣感 太棒了 喔這個禮物我很喜歡 裡面有哇沙比 裡面有哇沙比 喔! 韓國的生魚片喔 欸但是你看 翻到一個特別的地方 看起來像番茄醬 韓國的生魚片 不沾哇沙比 是沾這個 有哇沙比 要拌一起 韓國辣醬裡面含哇沙比 對啊 韓國韓式的韓式的 喔來吃吃看 會不會又很辣 如何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欸有點酸酸啊 有點甜甜 它有一點點哇沙比 欸有叫雪地 酸酸的感覺 對啊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心中它 感覺好像有一點 泰式的味道在裡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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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韓國的 韓國的 韓國的拉麵 這就是肉塊豆羅拉麵 OK 這個是韓國人 新拉麵 新拉麵 對 新拉麵 韓國人煮的 我看一下 是不是有不一樣 不一樣 新拉麵 好來吃吃看 好 好 喝口湯 這個韓冷的店 這個辣的店 像是日本韓國的這種大醋 所以新拉麵不是只有外國人喜歡吃 他們很利人也喜歡吃 對啊 我也不喜歡吃 外面的最重點就是水味 哦 水味 要不然它很淡 要不然太鹹 比例要對 這是最重要的 好 歡迎 一大早到了一杯叫做 稍皺甲類 他們叫做回魂酒 啊每個早上起來都喝一杯 我現在要去體驗那個韓國的剪法 團路也有這個剪法的活動 我來去體驗一下 這帶著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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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翻譯 那你要剪頭髮 要剪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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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體驗戶外剪髮嗎 第一次 剛剛還沒體驗過 剛才很快 不算 都把他走 在槍外 怎麼樣怎麼樣 感覺不錯耶 超有型的 就是當新郎那天 頭髮沒有那麼整齊過 真的 剪完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 可以喔!我很久沒有這個髮型耶 兩位老闆直接手沖手磨咖啡給我們 又要吃午餐了 新拉麵 這個是飯,一碗一個 這好像是微波過的 新拉麵加年糕 真的很韓式耶 是每一餐都要配酒的概念喔 來來,我吃 來,我吃 台灣是不是沒有賣這樣一碗 7-1有 7-1有 辣炒年糕 前面就是這個醫院的Alan 他帶他的圖來這邊幫大家生刷 然後大家現在就拿了他的T恤桌子 任何東西可以刷的,他幫他拿來刷圖 一大腿就上工耶 剛好在一起 好,這個生蚊蚊蚊蚊 再動 再動 這個畫面不好 太血腥了 太血腥了 這個吃了會 會死啊 哇靠 浪費了 然後我就 哦 因為外面風雨實在太大了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活動呢 移到高好裡面 有一個室內的空間 在頒獎 就是 帳篷的佈置跟配置 然後 老闆選出來的 這個前三名 然後現在 上台領獎 然後地上那個 就是他們的獎品 趙哥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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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嗎? 是想不到還沒有講 是想不到還沒有講 你是想 加油 是想不到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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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九 五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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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玩的遊戲就是用現場的道具 然後加上他們自己的道具去佩製出來 然後以分製作 然後選出一個名字 好!第二個組開始 現在頒獎典禮開始 我們剛剛已經討論完冠軍是哪一組 第二組跟第三組的感覺都非常好 但我們剛剛投票之後呢 第二組是勝出多一票 所以說我們就把冠軍給了第二組 那給第二組的原因是因為他兼具了實用 然後還有擺設風格都有 那第三組也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實用性可能就稍微差一點點 這個韓國人又搭什麼帳篷 大家可以看到那邊有Urban Forest的天幕 那前面呢 這個是Slim Finn的帳篷 這個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帳篷 那前面這個是Neighborhood有桶帳篷 Healberg的史特隆 那這邊還有Health Road 那裡面他們用的東西 都是以這個日系為主啦 Tender 那前面那邊全部都是Healberg的帳篷 那這邊還有Sunset帳篷跟天幕 這個Sunset也是日本非常知名的一個 單價非常高 它的布料非常特殊 那前面那個帳篷這邊有兩頂 這個帳篷 我覺得造型是蠻漂亮的 蠻好看的 那你看一下這邊 殘封嗎 你看這個燈 這個燈 它這個燈就佈在這邊 然後晚上它整個發亮 那這個天幕我覺得線條也非常漂亮 那這邊呢 是Heilinux的帳篷 這個韓國一個品牌 但我一直想不起來所名字 那這邊是自由之火 燈火台是三張物所 不鏽鋼的架子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後面它也是用不鏽鋼的架子 看一下 這個是韓國朋友幫我們準備的帳篷 這頂是基地帳 是特洛伊的 橫鍋品牌 裡面就是行軍床 然後睡袋 四個人睡這帳 那我們的行李 散落於地這樣子 那中間呢 它還幫我們準備了一個暖爐 是吃瓦斯的 所以我們昨天晚上都不會冷 那這邊呢 還有一個 大的充電行動電源充電站 有點亂啦有點亂 因為我們今天要撤帳 所以當然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待會準備撤帳回元川 就回我那個韓國朋友他們家裡 今天睡他們家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來韓國這邊 露營的這種感想 那因為這次是參加一個韓國的店家 叫做Nightpage 他們辦了一個團錄 那他邀請我們來一起共商盛舉 那這家店是選物店 大家如果來首爾的時候 或來韓國 可以到Nightpage這家店去走走 這個店家資訊放在下面資訊欄位 這邊來參加的這些朋友呢 他們的這個裝備啊 或是他們用的東西 其實都是高水準的 剛剛大家看了一圈 這個韓國露營的水準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們也問我說 那這樣跟台灣感覺起來是不一樣的 我就覺得 不過以這樣的一個水平的這個露營的模式 或者我們講露營的分眾族群來講 其實跟台灣來講 我是覺得還蠻差不多一樣的形態 就是大家其實在用的這些裝備 或是挑選的這些裝備 跟擺設上面都差不多 我覺得台灣真的算蠻厲害的 露營發展的比韓國還要晚 就是我們在擺設選物的這些水準上面 都跟韓國差不多 台灣其實在這個方面 就是進步的還蠻快的 我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Nightpage這個店家 他辦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如果在台灣有店家可以 這個活動可以邀請 比如說日本 韓國的這些廠商或朋友來這邊錄影 然後來交流 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非常開心 如果台灣有店家願意做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我會非常開心 而且我會 願意去參加 他就辦了很多活動 比如說我們這次帶了這些產品來 他就是讓他們的這些團員分四組 然後利用現場的三組去擺設出 每個組別他們所認為的這個情境 從早餐開始喝酒 中午也喝酒 晚上也喝酒 就從早喝到晚這樣子 好 那這一集我們的韓國露營探險之類 就分享到這邊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OK 那我們下集影片見 掰掰 今天這晚會 記憶之內 記憶之七 記憶之九 記憶之六 記憶之woman 記憶之一 記憶之冠 記憶之神 記憶之七 記憶之一 記憶之天 我是來自台北的路銘路銘店家叫KB Bar 然後我自己有自創個品牌叫Field Works 他今天有帶這個產品來過 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那我路銘到現在已經12年了 那有自己喜歡一些製作一些產品 大家如果來台北可以來KB Bar 說是Mapage的客人都有Discount